哎呦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来干什么 跑我跳下去吗 这里的护栏这么高 翻过去太有识优雅了 放心吧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道什么歉 我不应该破坏我们之间的约定 给你拍照 我 我真不知道我父亲 怎么得到那张照片的 他一定是到了我的账号 但是我向你发誓 我对你的感情是真正 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演过戏 还有 我不应该 在我爸用父子之情威胁我的时候 没有即使站在你这边 可他毕竟是我的父亲 今天能体谅我 说完了就走吧 别打扰我看风景的心情 我知道 无论我现在说什么 也无法弥补 对你的伤害 可是我还是要替我的父亲 和我自己 向你调解 我就是个混蛋 我辜负了你对我的感情 我辜负了你对我的感情 对不起 小杜总客气了 你我之间哪里来的感情 不过是在无聊的时候 有过一点焦急罢了 如果你真的觉得有歉意的话 不妨去劝一下令尊 放弃劝退或流放我的念头 不过我也不是没有自己的办法 我可以主动向媒体公布 你对我进行欺骗性性骚扰心配 到时候丑闻一出 暗媚销量大低 便宜了别人 我劝过她 可她不听 那就只有两败俱伤一条红 好 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 我会向媒体 承认你所说的一切 我没办法改变已经发出来 但是我可以 和你共同承担 你别过来 今天就算跳 也应该是我跳 我曾经答应过你 绝对不会再让你往下掉 是我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 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没有跟你站在一起 你下来 你不是恐高吗 就算只有一秒 我也会借着你 我不会再让你往下掉 我会做你最后一条防线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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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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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们都是老大带出来的人 如果真让老杜总 把雷总监给流放了 全网齿寒的典故 大家都明白吧 所以 你想从下午的董事会入手 对 鉴于雷欧上述的失职行为 我以阿妹董事长的身份提出动议 自即日起 自即日起 商务总监雷欧 将不参与国内任何有关销售 采购 以致营销管理有关的管理工作 而改为负责公司 在南美洲的拓展业务 当然 如果觉得南美太远 也可以选择辞职 现在 请各位对董事长的提议 进行投票 等等 我是公司总监里没有我 你们不能投票 各位 过去这一周发生了什么 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希望各位 能够对雷总监的努力 做出客观的判断 我希望你们 能够公正 公平地 对他进行投票 拜托劳心 杜秀琪 如果杜宇通过的话 我就会立刻辞职 你这是疯了吗 难道你真的要和这个女人 同进退 没错 我会说出我名下 所有阿妹的股份 因为我不相信 在我附近领导下的公司 还能有未来 好 好 马上开始投票 我倒是想看看 你到底是不是严重必行 同意董事长提议的 请举手 各位董事 在你们投票之前 我也要宣布一件事 如果雷总监 今天被这种 莫须有的罪名 清理出阿妹 我们买手雇全体同仁 一定会和他共进退